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很多人就是投诉说戴口罩可能会影响皮肤敏感 对 但是除了皮肤敏感之外 延伸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眼睛也会变得干涉 到底怎么一回事 来看一下今天大主题 疫情肆虐一年多以来 线上办公和上课早已不是新现实 而这种需要长期用眼的新常态 也对人们的眼睛造成了不少负担 使不少人都会感到眼部干燥和不适 甚至是有眼部发红症状 这种种讯号也许是身体对于肝眼症的警告 肝眼症乍听之下 似乎只是一个轻微的问题 部分人还认为只需滴眼药水 即可解决肝眼症 殊不知肝眼症的后果不容忽视 甚至有可能导致失明 此外也有报道显示 长期以错误的方式佩戴口罩 可能也是导致肝眼症的因素之一 这说法是否有根据 今天的活力加油站 专家带您认识肝眼症 是的 在我们的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好自己 就是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就是会戴这个护目镜 然后又戴这个我们的这个面罩 对不对 那么但是我们保护了这些 但是我们就忘记或者忽略了其他的地方 例如我们的眼睛了 所以那今天我们会教大家 怎么去适合地佩戴口罩 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肝眼症的一些症状 线上我们连线了眼科专科医生 黄英伦医生 英伦医生 你好 嗨 主持人 你好 嗨 老师 你好 又见面了 是 我想要先问一下老师了 就是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肝眼症的案例有没有增加的趋势 还是其实肝眼症一路来都是 很多元都有这个问题 好 首先眼睛肝是一个症状 但是肝眼症本身是一个眼睛疾病 这些产品以及戴口罩对不对 对 极切对的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时间都是 从家待在家 然后我们在家没有事情做 或者要做工也是对着脆息产品 就是电子产品对着荧幕的时间 就很过长 然后有时我们又长期戴口罩 就算你没有待在家 你戴口罩做工 然后或者因为我们压力 我们睡眠也不充足 然后营养也不均衡 然后或者有焦虑 或者有一大堆的 情绪 都很容易造成肝眼症 看起来就是很多的因素也会造成 那可是我很想了解的就是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会戴着口罩 对 对 对 那口罩造成的这个肝眼症 为什么就口罩会造成呢 老师 OK 因为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对这个口罩造成的肝眼症 也有变成一个新的专业名词 英文叫MADE 就是Mask Associated Dry Eye 或者我们华语 其实是面膜相关肝眼症 面膜就是我们的Facial Mask 这个戴口罩之所以 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讲话的时候 它的口罩不能紧紧地关闭着我们的鼻子 这样我们的气流 我们讲话 一面讲话 一面戴着口罩 它的气流就会向上冲 当它气流向上冲的时候 它就会冲去你的眼睛的表面 你的眼睛表面就很容易震发 你的 因为我们眼睛表面 除了我们的眼角膜的前面 其实是有一个泪膜的 就是我们讲Diophilum 那个Diophilum被震发了 我们眼睛就会很干 明白了 那么素人说就是会有这些 类似这样的一些后遗症等等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戴口罩 待会儿Diophilum会教我们如何戴口罩 来避免肝炎症的 但是Diophilum 我很想就是要问一下Diophilum 那刚刚Diophilum有提到 就可能这个口气上升等等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眼球的话 其实它是影响我们哪一个部分呢 好 像刚才我提到的 它就是影响我们注意外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眼角膜 眼角膜的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泪膜 打个比方我们的手机 每个手机的镜头 镜头就是我们的眼角膜 那个镜头就是我们的泪膜 我们如果手机前面没有那个镜头 就是没有那个泪膜 我们的眼睛就会很干 泪膜有三层分层 第一层是油的 第二层是水的 第三层我们叫棉蛋白质 所以它是整共三层 每一层都有它的重要性 最重要就是水跟油的那一层 所以就是有当我们的这个水气上升 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压力 就是冲击它 对不对 老师 对 对 对 它如果压力冲击了 然后你的那个水的 它那个整个那个 因为你的前面第一层的油 又不能保持着 油的功效其实它要保持着你的水 所以你的第二层不会蒸发掉 但是当你一下子上来的气流 它就连那个油跟水的层 就变成蒸发掉了 挥发掉了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肝眼的症状了 那想要问 老师 那如果长期这样子 因为戴口罩 或者是这个面膜相关的肝眼症 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戴这个肝眼症长期 它就是会弄到你的肝眼症越来越严重 然后肝眼症本身也是有分一些等级 不同不同的眼中 如果你保持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戴口罩 它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它会 本身已经有肝眼症的人 它就会恶化 然后它也是会影响那些 本来它的内膜已经质量比较差的老年人 然后还有或是一些 长期戴隐形眼镜的人 这要注意啊 因为你长期戴隐形眼镜 你的内膜一开始就已经不好了 或者你长期戴空调下工作的人 因为空调是用你的内膜挣发掉 了解 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戴这个口罩而引起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因 也会造成我们肝眼症呢 的确是有的 我们所谓的肝眼症 很多人以为说 就是说缺水 其实肝眼症有分两大类 是 either你缺水或者缺油 所以我们缺水就是我们缺肝 第二层那边 缺油就是第一层那边 所以它有一些是因为它的泪液分泌不足的 所以它是缺水的 我们就要针对缺水的来治疗 然后有一些是因为缺油的 缺油的它是因为它的第一层的 那个所以刚才我们有看到那个 剪眼线那边啊 剪眼线那边是产生那个油的 对 如果你剪眼线那边有功能异常 也是会导致你的油分泌出来不平均 明白 或者你环境干燥啊 长期待 隐形眼镜的都会 是 或者是吃一些某一些药物 是不是也会导致眼睛干 例如什么样的药物呢 对 那些药物就比如 如果吃的是好像避应药 或者抗油液的药 或者一些安眠药 或者一些止痛药 甚至一些抗肥药物 那些质养啊 抗肥药物的药也不能乱乱吃 因为长期吃也是会导致眼睛 甚至一些眼尿水也不能乱乱放 有一些眼尿水有抗生素的 有抗肥药物的也是不能长期放 反而越放越差的 所以就是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医生 就不要自己做医生了 我想要问医生一个问题 但是我要怎么去分辨 假设说我现在是健康的情况 我要怎么去分辨说 我这个泪膜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 有方法自己分辨吗 方法自己分辨是 你如果有干眼症的症状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知道 就是你首先你会有 感觉到眼睛干涩 你眼睛很干 你努力怎样眨眼 你都不会得到完美的改善 然后你感觉你的眼皮 也是很沉重 然后眼睛也是会弘扬 又脏痛 然后你会看光也是会怕光 然后一看到光 也是会很怕风 然后又感觉有异物 也是感觉有异物 对 就是不舒服了 好 老师 那对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在之前有提到 就是可能我们常用 就是这些电子产品 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是在用症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会造成这个 肝眼症的这个巴仙率有多高呢 巴仙率是我们每个大数据来真正讲 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眼睛需要 我们一分钟 它自动会砸十五到二十次 但是当我们太注重荧幕的时候 我们眼睛忘记砸了 才三到四次而已 所以当它没有砸 除此以外 我们眼睛的肌肉 也是会维持在它收缩着 它没有放松 当你一直看镜的时候 它也没有放松 所以你的眼睛 肌肉没有放松 你会感觉到你很疲劳 再加上你的眼睛没有砸 你就会得到一种肝眼症 这个肝眼症也是有一个名词 我们叫电脑视觉总和症 英文叫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子产品 你要一直眨眼 要提醒自己 是时候眨眼睛了 所以你看到你朋友这么做 他不是在放电 他其实在保护自己的眼睛 没错 那么刚刚 其实我觉得Pauline刚刚问到一个问题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看多严重 但是我很想了解的就是 病毒 那个肝眼症有分成 就是什么程度的一些严重性吗 比如说第一级 第二级类是这样的 其实有 我们跟着那个Dews 就是它是Dry Eye Workshop的一个分法 它其实可以分成大约四级 有四级 第一级的时候是它比较轻微的 其实你的脚膜状况其实还好 但是你在压力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 那个病人才会感觉到不适合 第二级 它偶尔 还有它比较长期会出现 然后你开始会感觉到有那些残留物 而且你开始感觉到异物感 我现在看到我讲的那个症状咯 第三级就比较严重了 它开始不只是偶尔 它比较比偶尔更多了 然后它开始我们看到脚膜情况 开始也是有一些脚膜炎的情况出现 第四级是最严重了的 它已经是严重到一个程度 它每天都会很不舒服 而且它的脚膜甚至可以变成归阳 就好像我刚才讲 我们的手机前面的那个 如果没有镜头 你想象你前面的镜头 就会有寻伤了 对 那Dr 其实我们说肝眼 它是一个症状嘛 但是对于眼角膜 它会不会有影响呢 如果那个级别越来越严重的话 对 它的确会影响到眼角膜 它就是会影响到眼角膜 就是你想象你把你的泪膜不见了 你的直接对着你的手机 就是直接你的镜头 你没有镜头 所以它的确会影响你的眼角膜 了解 那Dr 比如说 好像刚刚Dr 有提到这些类似症状 我也不大会分 有没有说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眼表面上 我就可以察觉 它其实就患上了这个肝眼症 你除了刚才的症状 你可以自己察觉以外 你就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从医生那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你是轻度 中度还是重度 就是如果你轻度好像我讲它 它只是没有什么表面的寻伤 但是刚你中度的时候 你就开始感觉到也不舒服了 而且你治疗之后它会消失一阵子 但是你没有去真正照顾 它还是会再来 但是当你重度的时候 它就会已经很明显地表层 有开始寻伤了 治疗后它也未必会100%消失 我们也蛮好奇的刚刚说了 其实肝眼症有这么多的症状 跟这么多的影响 可是治疗是要怎么去治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会儿呢 都会回来到我们火力加油站 给我们分享一下肝眼症的治疗方式 待会儿见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线上呢 依然有黄英伦眼科专科医生 来告诉我们这个 肝眼症的治疗方法了 Dr.Dr. 我们先 before谈那个肝眼症的治疗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肝眼症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视力呢 肝眼症好像我刚才讲了 如果一开始它因为 它已经开始有寻伤了 慢慢寻伤它就会开始在你的表面 有引起一些微小的scratch 或者它开始有我们所谓的微小化痕 或者干燥点 当它严重的程度 你的角膜甚至会有血管化 因为角膜不应该有血管 它不应该有血管在角膜 因为角膜我们是需要 transparent的 当这些有血管化的时候 东西发生的时候 它甚至会细菌感染 到最后它就严重影响你的视力 看起来很危险 我想问Dr. 所谓的角膜血管化 是不是我们每次看到有血丝红红 这个是不是角膜血管化呢 是 这个已经是开始有 早上的知识 就是有开始 有一点点的 特别是那些长期待 肝眼症的人 长期待隐性医院 它开始会有那些血管从旁边来 就好像不够碎 你看到那个血丝有没有 其实这些都是症状了 是 然后很多人 Dr. 我告诉你 就是可能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 一般上我们叫他看 你想说 等一下啦 或者是直接递眼药水 可是如果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肝眼症的后果 会造成什么呢 Dr. 它肝眼症它的后果 它会由潜入神 一开始 你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角膜 眼角膜 刚才我讲的 就是一开始它会脱势 它的皮一些脱势 之后你就会看到第二个图 它变成糜烂 它的皮开始糜烂了 对 然后第三个 你的皮甚至会缺失了 去到第四等级 你甚至会变成凹色 凹色就是我们讲的眼角膜 硅阳 就是它会很严重的 是 所以蓝色那个是眼角膜 然后绿色的那个就是有那个缺口 就是没有眼角膜了 对不对 其实有 它的眼角膜开始凹色了 其实蓝色 青色是因为 我们放了灯布一样不了 我们青色是因为 我们放那个荧光色 我们放Proson进去了 然后我们才能看到 这个只有在医生的检查那边 才能看到的 这样可以重建那个眼角膜的吗 有的逆转吗 对 说如果溃疡之后 它如果还没有到那个贵阳 还没有到整个贵阳 还是有的逆转的 除非你已经到严重到整个 你就需要做眼角膜转移 就是我们讲的Gornia Transplant 那个是很严重的 那个是很严重的 那我们也知道除了一些生活的习惯 饮食习惯会导致肝炎症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眼疾 也会导致肝炎症的 是吧 董哥 对的确 它们会导致肝炎症 比如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炎碱功能障碍 就是Membrominal Grain Disorder 就是我们的那个产生油的地方 产生油的那个地方 它不能它的洞口有油脂肪 它堵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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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能出油 它不能出油 你只会缺少一层了 因为你需要三层 然后还有一个是减眼炎 那边发炎也是会导致 或者你有一些过敏病 或者你有一些甲状腺的病的人 它都会导致肝炎症 所以也要特别地小心 那一般上 你们就会如何去治疗这些肝炎症呢 我们就是会对症下药 好像如果我们知道 刚才是那些疾病有关系 我们就医那些疾病 然后因为肝炎症本身是一个慢性 但是通常它会进行性 就是说它会一直发生着 如果你没有去管它 而且我们是跟着不同的原因 和严重程度来治疗 所以首先 因为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每天面对催息产品 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改变工作的习惯 我们要找催息产品 如果可以 但是我也是不良 好像现在我们也是在用这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 20 20 20法则 这是什么法则呢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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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个20 20 20法则 就是我们如果每使用电脑 或者电子产品 20分钟 我们就要小修一个20秒 然后你看远远20英尺 其实20英尺就有6米啦 6米你看远远 以前的长辈一直跟我们讲 看远的东西其实是对的 他看远看绿色的东西 其实不关系的绿色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看远 我们的肌肉就会放手 对 我就想问就是说 看绿色的东西是可以 就是保护我们的视力的 其实都无所谓的是吗 较远就可以了 因为以前大部分都是绿色的东西 但是现在已经 我们在城市大部分看来看去都是建筑 对 我们现在是杠谷水泥的城市 只要看到对方对面的建筑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有用这个人工肋液的方式 来治疗是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人工肋液 人工肋液很多人都可以在厨房买到 其实人工肋液有分两大种类 一种是有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剂你可以放比较多 就说它是常用的 然后你一天可以放到很多次 然后之后20小时就要丢掉 然后另一个是罐装的 罐装是你可以开了 之后一天不能放超过四次 然后但是它可以收到一个月 然后它也分成多种类 依然是治疗你的油的部分 还是治疗你的腿的部分 我们要针对不同的部分 来给不同的类液 了解 时常戴那些隐形眼镜的 也是要就是经常使用 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先去看医生 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才可以对症下药找相对的人工肋液 如果这个人工肋液低多了 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还是影响呢 会有 就是我刚才讲 有防腐剂跟没有防腐剂的 如果有防腐剂的你低多了 反正弄到你眼睛更加干 你要小心 有些不是人工肋液 你买到的有盆有些是一些雷固醇 你买的时候你要小心 因为雷固醇的眼尿水你低了 你的眼睛也是不会红的 了解 所以你很开心 你就拼命低了 低了就会一点严重 但你真的会严重 对 那老师 这里我刚刚看到这个 减板线治疗什么意思 就是要做一些小手术吗 跟分泌油的 还是怎样 对 它其实不是小手术 它其实只是你来我们那边 眼科那边 然后它的减板线就是很多个小孔 小孔那边它应该是有灰尘阻塞的 我们帮你清理 做一些小按摩 做一些挤压出来 然后把那些污灼全部清理出来 因为它没有污灼顶在那边 你的洞就会触游 你的那个三层就会好 这个感觉好像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像挤黑头 对 类似 其实类似 对 所以也是有 就是一些设定的仪器来进行的 对不对 因为我听说过有一些什么叫IPL等等 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个的确有 IPL其实它是 它是确定的 它是用一种光 然后光脉来治疗 它用那个光脉的热能 然后刺激到你的那个也是一样 也是减板线那边 给它更加流通 所以污灼污全部没有阻塞 跟第二个那个减板线热能 枕灼也是类似的功能 所以有各种 它要按摩它 你懂吗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 病毒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仪器 对不对 我们自己在家 那是不是我们在家 也是要做一些小按摩 然后给它就是舒畅一点 需要吗 可以 你可以自己轻微地做一些小按摩 你可以眼睛给你眼睛360度转 跟瞬时钟或者逆时钟 可以小做一个五分钟都可以 好 但是千万不要用一些不湿眼睛的按摩器 来乱乱按摩 因为如果乱乱按摩 其实有些人那个按摩 枕灯的频率不一样 它会弄坏你的眼角膜 或者甚至弄到你有白内障 要小心 要小心 大家 对 那我们看到最后 还有用微型手术来解决这个肝眼症 什么情况底下才会需要动到手术呢 就是说以上我们用的方法 全部刚才我们讲过的方法 都已经试了 但是它的 它的泪水还是不能保持在那个眼角膜前面 这样我们就要做一个很微型的手术 其实也不是什么手术 它只是把我们的 因为我们眼睛那边 泪膜它是会流出去 通过我们鼻子 通过去喉咙流出去的 我们要保持那个水 就是我们看到那泪小管那边 泪小管那边就是会 你的本来的眼泪 就会通过那个泪小管 去到那个鼻子那边疏通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泪小管关起来 所以我们就放一些泪点酸色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泪这样关它起来 让它的泪水会保持在那边比较久 了解了 那所以看起来这些微型手术 或者你怕做这些什么一些激光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预防比较好的 是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不要走开呢 待会你们的doctor呢 还是会教我们如何去预防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么今天再聊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干眼症了 其实跟很多其他的疾病 或者是症状都一样 预防剩余治疗 那么现在就要问英伦医生 就是这个干眼症的预防方法有哪些方法呢 好 大家好 所以我现在就会用二好三多来总结今天的预防 如何预防干眼症的方法 所谓的二好就是第一好就是好习惯 是 什么是好习惯 好习惯就是你要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油炸的东西 不要抽烟和要有充足的睡眠 就是好的习惯 第二好就是好的环境 我们要避免去过干或者很多灰尘 或者烟雾弥漫的地方 这样这个是二好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医生的 这些可能现在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保健品 里头有一些成分是可以帮助干眼症 这个是有真的可以帮助到的吗 是的确都可以的 所以是饮食上也会有影响 是 对 所以你要吃一些比较就是可能怎么说 护眼的食物 对 水分比较高的 例如高抗氧的一些食物吧 对 好像癌尿 对 水果类 像三文鱼等等 鱼类里头含很丰富的Omega 3 都是会帮助到干眼症的 是吧 对 都会 这样意思就是说 刚才博士有提到三多 那就是保湿也是其中一项了吧 是 多保湿是要怎么保湿呢 董哥 好 三多就是有 第一是多保湿 多保湿意思也是你不要去太过干燥 或者一直吹风的环境的地方 然后你要确保你的风扇 跟你的冷气机 不要直吹你的眼睛 对 一定要不要直吹你的眼睛 因为你直吹你的水分 你的眼膜又再会 内膜又再会蒸发掉 所以这就是所谓多保湿 对 那保养的话 那么一般上保养 我们说黑眼圈保养 我们可以放这个面膜 那眼睛 眼球保养应该怎么做呢 董哥 眼睛保养其实是 如果你放面膜 这个是不会治疗到你的干眼症的问题 但是它是会给你的黑眼圈减少 但是保养其实最主要 你还是清洁你的眼睛四周围 因为你的眼睛五周围就是有污浊 如果它连在你的那个剪眼线那边 它的洞口一直在阻塞 所以你又再不能 所以你有空可以做一些折幅 因为折幅也会把那些洞口 对 然后你尽量使用 如果真的需要使用 就要用一些品质比较好的泪液 来保养你的眼睛 这个是真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一些职业的关系 可能一些做一些水泥工人的 它会就是怎么说 长期接触灰尘 对 长期接触这些灰尘 它可能就会造成你的眼睛会注塞等等的 是 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多休息 这个方法应该就是最实际 然后也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多休息了 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这个面膜综合症 戴口罩也会导致干眼症 那对于这个 我们现在又不能不戴口罩的情况 怎么办 对 怎么办呢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因为我们去人多的地方 我们要避免感染疫情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有几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 因为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 它就会太松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调整 我们那个耳带的那个口罩 就是我们可以放一些东西来调整 你缩短你的耳带那个是比较紧 所以它第一个方法 所以它比较紧靠 当你讲话的时候 它的空气就不会去到上面 第二种方法 你其实可以放那些纸巾 卷起来 摄入在那个口罩的顶部 下方里面 但是所以你讲话的时候 有那些纸巾全部就会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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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就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的空气也不会直接去你的眼睛 其实还有现在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可能就是要戴这个护墨镜 对不对 其实病毒除了我们就是可以隔开这些细菌之外 我相信它也是有很多好处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的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当你戴护墨镜的同时的时候 你如果护墨它同时间 你的气流也会减少你的气流伤去你的眼睛 所以少气流伤去你的眼睛 然后你就不会这样多你的内膜症发 所以两个是好的 会减少你的肝脸症 但是当然你不要整天看垂息产品 它还是会恶化 这个护墨镜看起来很像那个潜水的眼睛 对 所以还是提倡一下大家 可以在家里用这些方式 还有这样子佩戴口罩 减少肝脸症的发生 对 但是还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觉得说 如果我想要在家里 自己缓解这个肝脸症的症状的话 我用热敷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得到吗 这个不是可以治疗黑眼圈吗 病毒 热敷的确会 因为当你热敷的时候 好像刚才我提到 它除了注进你的血液循环 你的眼睛是作为血液循环 它同时间 它也是会刺激你的减板线 当你刺激你的减板线 就是刚才我一直提到 那个减板线 减板线就是它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出来 当你的更多的油脂出来 我们那个内膜第一层就是油脂 当你更多油脂 它就会保护你第二层的那个水 所以你的水就不容易蒸发 所以最主要我们就是要有油 有水跟最后一层的那个蛋白 三层都很重要 最主要就是用油跟水的 所以非常重要 了解了 非常谢谢医疗 今天跟我们连线分享 要怎么在这个居家办公的期间 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医疗也要保持安全 好 保持安全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环节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环节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运动健将 已经从我们的这个 东京回来了 对 东京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立刻要联系上 我们这个非常帅 也被称为是小鲜肉的 是 游泳健将 它是我们的这个游泳健将 从奥运刚刚回来的 WelsonC 我们连线一下沈威胜 嗨 欢迎回来Welson 好久不见 现在就在隔离吗 大家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有没有想念马来西亚的榴莲 我知道你最想吃榴莲 我很想念马来西亚所有的美食 真的 我昨天有 然后我现在在酒店这里 没有办法可以叫 好 我们寄过去给你 可以的吗 好 当然应该不能吃榴莲 等你隔离结束后 姐姐再请你吃榴莲 罗斯来说一下 这一次出征奥运是第二次了 对不对 整个心态上 跟你的感觉上有没有不一样呢 这一次出赛奥运的感觉 相当地不一样 就比起第一次 我这一次来得更加地放松 更加来得容易去 适应 准备给这个比赛 好 就是因为之前的比赛一般上都有很多人在现场的 而这一次就是在这个场内比较少人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嘈杂声 你比较容易去重点还是怎样 坦白说 这些嘈杂声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影响 对 我对于这一些东西还好 对 那我没有看到就是早前 老师有说你蛮喜欢骑这一个机车的是不是 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有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这个对你的训练的过程有没有造成影响呢 是有的 所以 对 你可以讲的就是 我去年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受伤了 然后影响到我的手腕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像重训 甚至游泳的这个移动 所以 几乎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在推你 那么又因为今年去年又是在疫情的期间 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会不会影响你整个的 这个备战去奥运 对 会 因为奥运本来是在去年的7月份举行的 然后在奥运之前的两年 我都是在Melbourne准备给奥运比赛 就是训练比赛的 所以比赛的准备都蛮充足的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的发生 所以影响到我的训练的训练 所以我也是要飞回来 再加上马来西亚的疫情也是蛮严重 所以真的是很多的突变 所以很多新的东西去尝试或者去适应 对 奥运森 隔离结束之后 你还会回到Melbourne去进行训练吗 还是会在马来西亚进行训练呢 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是还没有一个答案 那么肯定了 如果有机会能再出国训练 我会想要 但是现在因为很多 因素了 因素了 所以还需要赏量 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次奥运了之后 可能在技术上还是什么上 哪一方面你觉得还要加强去训练的呢 那肯定在游泳这个方面 其实速度跟耐力就是everything 所以在这两方面肯定需要很大很大的进步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很像在训练里面 可能计划的方面 还有准备的这个方面需要做得更加的好一些 希望你的手的这个伤可以赶快好 然后现在还会有伤痛吗 会有的 会有 就是有一些的运动会影响到 就不可以坐落 好 那我们希望你可以就是好好的疗伤 对 然后之后呢可以准备好 做好最好的准备去应付其他的一些训练跟备战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要问Welson的 因为我们知道Welson是游泳很出名了嘛 那假设说你今天不游泳的话 有其他的运动项目 你会选择去尝试的吗 跳水吗 会跳水 会吗 其实我会比较选择陆山的运动 在游泳池待到怕了 对 长时间看到游泳池 看到有点怕了 对 那所以呢 所以我个人本身我很喜欢就是打蚁球 就是我都会选择打蚁球 所以我甚至有就是开玩笑地去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家 蚁毛球队的人问起 你们觉得三年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去奥运吗 他们怎么回答你 他们怎么回答你 是指教吗 还是谁 上边上直接跟我讲 你跟我讲有什么运动三年可以去奥运的 确实 你就说我咯 我游泳这么快 所以 好啦 那如果很有机会的话 可以就是打一些友谊赛等等其他的 好 有乐 有乐 好 那好吧 我们希望说表森这段时间 可以好好的隔离养足精神 对 然后也好好的休息 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去备战了 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表森这段期间 因为那个大特写镜头 是 所以就知名度提高了不少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小粉丝们说吗 首先我现在讲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惊讶 就是我去开幕展示的感觉 或者期望就是觉得 我没有去过开幕典礼 所以第一次 所以我要好好去享受 然后就是看看那个场景是如何的 但是意外中就是收获到各个国家的支持 还有鼓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蛮感恩的 这一次的比赛 在这个环节 我觉得蛮 给我蛮多的鼓励 勿力 而且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继续加油 好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你就是快快隔离就是完毕 然后跟我们一起吃榴莲 可以 好 谢谢老师 保重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的 接下来就是 因为其实你知不知道 就是要代表国家出去比赛 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来的 真的 那我们先不要走开 因为下一个环节 给我们依然有大马的运动健将 来给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比赛啊 不能以国家名字参赛的代表队 中华台北 以中华台北为名 参加奥运的台湾代表团 是最为人熟知的 无法用自己名字 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 它是全球206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其中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非联合国成员国 无法以官方名称中华民国 或通称台湾的名义 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 中华台北的名称 是国际奥委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席位之后 台湾于1981年 与国际奥委会坚署落丧协议 确认的名称 但是这并不影响台湾在奥运会的表现 在本届东京奥运 中华台北代表队 创下了台湾在奥运史上最佳的战机 俄罗斯奥委会 俄罗斯在此前违反要检规定 而遭到国际奥委会制裁 因此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上 俄罗斯选手只能以俄罗斯奥委会的缩写 ROC为名参赛 也只能使用俄罗斯奥委会的旗帜 如果有俄罗斯运动员取得金牌 颁奖典礼期间 也不能按惯例播放俄罗斯国歌 而是使用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代替 国际奥委会还规定 俄罗斯选手比赛服装 可以使用俄罗斯国旗的红、蓝、白三种颜色 但不能出现俄罗斯国旗或俄罗斯名字 也不能使用俄罗斯奥委会全名 只能使用缩写ROC 难民代表团 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在2016年正式成立 象征全世界所有难民的希望 并让全世界人民更加了解难民危机 上届里约奥运一共有10名运动员 以难民代表团参赛 运动员来自于爱塞尔比亚、南苏丹、叙利亚等多个国家 本届东京奥运一共有29名运动员 以难民代表团设分参赛 包括来自于叙利亚、伊朗、南苏丹、阿富汗等11个国家的运动员 这29名来自11个国家的难民运动员 在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奖学金赞助经费下 分别在13个避难国家进行训练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这个我爱大马运动健将的环节 依然有两位运动员会来跟我们做分享的 那首先就是也是备受关注的 这位的健将也非常的厉害 那就是我们的体操小鲜肉了 我们的吕培森 线上有Jerim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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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隔离中会不会很闷呢 还是很忙 一直要接受访问 其实是很闷 但是排访有那些社交平台 其实蛮不错一下 没关系 我们的观众还有我们陪伴你吧 对 Jerima 这一次是第一次出征奥运吗 对 这个是我第一次 所以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 感觉如何呢 其实真的蛮开心 其实真的蛮开心 就是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去参加这次的东京奥运会 也是难得的就是我们体操的第二位男选手 就是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是 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其实真的像刚刚裴生说的 这个马来西亚派出的体操男选手 是 真的很多 对 我很好奇是什么促使你接触这个体操呢 主要是我的家人吧 因为我的爸爸他曾经也是一位体操选手 然后我的姐姐也是体操选手 所以我也对体操非常的有兴趣 我也在之前就是看到 其实因为你还没出征之前 就是你的父母就有录了一个小视频给你 当时你看了你也非常感动对不对 也哭了等等 其实那个视频的确是他们在我出征之前就录好了 但是他们决定在我比赛之后才给我看 因为他们就是影响到我的比赛的状态啊 心情之类的 的确的确是很感动 因为我家人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严厉一点的 所以我就是那种会经常没有比好啊 还是什么都是会被骂的 对 所以在比完赛之后 受到那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感觉很感动 然后体操也是一般和其他的 比如说游泳跳水的运动 时常都会就是受伤的对不对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又要就是加倍的训练 有没有说也是有就是受伤等等的 小的伤病就是 就是一定会有的 就比如说小小的扭伤啊 或者是小小的肌肉拉伤之类的 那些是不只是体操运动员 只要是个运动员都会有这种就是小毛病 然后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 还是平常的训练也好 只要有这种小毛病啊 就是比如说拉伤啊或者是扭伤啊 我们都会尽快的去做治疗 然后就是尽量把自己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对 我们蛮好奇的这个体操的训练啊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它跟一般的运动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于我来说 体操最难的地方就是克服恐惧吧 因为据你们所知 就是现在体操就是那些难度也越来越难 越来越高难度 然后你需要克服 你在经历过失败之后 或是你受伤之后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再去面对那个动作 再去挑战那个难度 对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 所以除了就是要加强训练之外呢 这个心理的障碍呢 真的 也是要照顾好对不对 对 所以的确心理上对我们也是很重要 刚刚Jeremiah有说 家人可能对你的这个是很严厉的 他们的态度 但是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上一些很温馨的支持 在一路来 因为我相信 所有的运动员呢 一路来可以去到奥运这个途中 少不了的就是家人在后面的很大很大的支持 嗯的确 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很 其实他们是很支持的 虽然说他们也很严厉 但是他们很支持的 他们会就比如说如果我在东南亚地区比赛的话 就新加坡啊还是 还是 看只要就是不会太远的地方的话 他就会过来就帮我加油 是 对 因为那视频上呢 其实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 你的妈妈就有提到就是 迪奥我们六个月已经没见了 对不对 对 会不会这一次隔离之后 立刻就是冲回家去拥抱他还是怎样 嗯 这个这个要看情况吧 因为 我的确是很想回家 我也很想念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也蛮严重的 嗯 冰城的疫情其实也算蛮严重的 嗯 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 应该是 大多数多的 对 也毕竟也满足一个世界的 嗯 嗯 好不管怎么样都好呢 我们希望你很快就可以 跟你的家人团圆 然后呢 过了这个隔离期间 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越做越勇哦 然后变成我们下一次的奥运 可以听到更多的好消息了 是 好的好的 谢谢 加油 谢谢你 拜拜 好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体操陪生之外 我们今天也找到另外一位 那这位运动员呢 之前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访问过他的 哦 而且呢他有一个美称啊 有一个称号叫做 大马小跳蚤 小跳蚤 意思就是很会跳 跳很远 是 到底是谁呢 当然他也有这个 比完赛之后的一个视频啊 经过一个访问之后呢 是 这个视频流传出来 就感动了大马猿所有的心 我们都觉得说 运动员真的很不简单 对 因为其实我有看现场 就是那一刻的时候 我也是真的是有点落泪 是哦 对很感动 眼眶会泛红 所以大马小跳蚤到底是谁 我们线上连线了我们的这一个奥运跳高运动员 李何伟 哈啰 何伟 何伟 你好 嗨 你好 现在感觉怎样何伟 在隔离 什么 回来了很开心 我看你现在的精神很好 这几天的跳蚤回来都比较好了 很多 有充分地休息到 何伟有看到自己跟那个就是访问的视频吗 在网上疯传的 有 有看到 有被自己感动吗 有 是 我们知道说何伟其实在访问之后 真的大家都比较了解 深入了解何伟的故事 对 也有看到说其实何伟在年头的时候 其实有染上新冠病毒的 是 其实这个过程对你的训练 有没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有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两个月不能练习那时候 所以过后我要从零开始练习 那个时候就是你患上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其实造成了一些 可能我相信有一些后遗症等等的 你最主要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在哪里呢何伟 那个问题就是在我很怕去接触的人家 那时候 所以就是最重要的是你无法训练 因为可能你不要再接触其他的人 所以你应该会很担心吧 那个时候 其实我都是蛮担心的 会把这个病毒传出去的人 然后我会把我自己的心情 全部都是会收 拉回来 都比较怕去接触的人家 对 战战兢兢 因为这次是何伟第三次就是出征 就是专家奥运 对不对 那来到第三次 那这一次在东京 你觉得感觉又如何 和其他的以往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次的东京奥运会已经拖了一年了 所以我们的那些 它已经打扰了我们那些训练的那些方式 全部还有我们的过程那些比赛 我们又没有什么比赛今年的 我想问一下何伟 可能我们一般观众比较不了解 跳高的训练有包括什么 你们需要练田径吗 重训也需要吗 我们有 重训也是有 我们大多数都是会比较 focus在我们全身 我们全身都是要很 很fit才可以去这一场比赛 因为这次的比赛是 我们最主要的是起跳高度 好像我们平常去比赛的时候 是2米10 那个是很普通的一个起跳高度 现在这个起跳高度是2米17 是超级无敌的高 明白 那我知道何伟现在也是有 就是可能不是说从事 也是有兼顾就是训练其他的运动员 你觉得这个角色的变换有不一样 还是怎样 当然有不一样 刚刚开始训练人家的时候 我刚刚开始就是完全不会的 然后慢慢的开始进去 投入进去里面 要去了解对方的运动员是整 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体型是怎样的 他的跑步全部东西 全部都要了解对方的那些什么东西 嗯嗯嗯 那何伟就是如果说接下来 还有在其他的比赛 还会再参与其他的比赛吗 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来应战呢 啊 啊 暂时我会拉多一年的去 给我自己多一次机会去比赛 多一年到明年联会 啊 到明年的 明年有 啊 对 对 我们希望说疫情赶快结束 那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个训练啊 还有他们的整个过程 才不会受到打扰哦 对 那侯伟最后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所有正在支持你的马来西亚粉丝们说呢 啊 啊 我很谢谢你们的支持全部东西 那是我也是很感动你们的支持 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是 我们其实也很很感动的 其实我们也就是为你啊 就是觉得非常的光荣 是 因为你可以代表我们马来西亚呢 就是出到国外呢 没错 就是怎么说呢 真的是有些时候 我们当在看奥运的时候 每一次一看到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出征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那感觉非常好 光荣感啊 觉得说啊 我们马来西亚的运动员真的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体育精神 是 好 谢谢何伟 我们希望何伟隔离期间也可以健健康康 然后把所有的伤都聊好之后呢 最后再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证下一个比赛 好 谢谢何伟 好 谢谢 好 好 那我们已经跟了好多运动员聊完之后了 下一周我们会来聊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 对的 这个呢 就我们一直在聊的时候 刚刚一直提到这个疫情嘛 对对对对 这就是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也是有很多人嘛 你没有听说过 这个叫做 医危菌素 或者是他英文是 好像是 对 那很多人说这个医危菌素可以帮助预防 还有治疗新冠病毒 对 到底是还是不是 那一定要留意我们下个星期一的火力加油站 我们会请到这个专家呢 来和大家一起讲解的 是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你的问题 发送到我们的火力热线 先不要走开 因为待会呢 Wildshop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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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